今天能跟这么多同志和战友一起交流 我感到非常高兴 也感到很亲切 我发现当中有错误的地方 或者大家有什么质疑 我非常欢迎在现在的答问互动当中进行交流 大家提出来 咱们共同探讨 我发现的题目是 重庆模式是中国现阶段的必优之路 我感觉到当前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 他们这个之争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 已经成为当前斗争的一个焦点 今天在这里 我就想从学术研究的角度 作为一家资源 和各位 国有的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的问题 跟大家进行交流 想通过交流 共同地把一些问题搞清楚 把一些思想认识搞正确 下面我谈第一点认识 就是重庆 重庆 重庆开展了一场新的波乱反正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之争 内容是很广泛的 其中包括一个前提 就是如何认识 三十年改革当中的失误 对这种失误 我们都是过来人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都是我们的亲身经历 改革 它作为一种 社会主义制度的 完成和发展 它是非常必要的 这个方向和道路 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 改革作为一项具体工作 它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是要经历经历 是在什么是改革和怎样改革怎样考好改革的问题上发生了一些混乱 你例如 有人曾经提出来叫做两个不问 这是1997年 当时的十五大前夕 当时的中宣部理论局的副局长 郑菊姬李俊如提出来的 他这篇谈话登在了中国经济时报上 是7月12号 他提出不问心事心思是第二次思想解放 不问心工心思是第三次思想解放 我觉得他这个题话就把改革把社会主义改革给搞乱了搞颠倒了 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整和发展 这是他内在的 这个指的规定性 他的本指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怎么能不讲社会主义呢 怎么能离开思想基本原则呢 正因为造成了一些思想混乱 所以导致了把公有制度的主义地位改掉了 也叫做改革 现在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主义地位已经被私有制取代 这能叫社会主义改革吗 这因为改革问题上发生了思想混乱 所以有些本来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些措施被改掉了 你例如安钢宪法 安钢宪法的三结合 就是领导技术员和工人这个三结合 就在改革当中给改掉了 两参 干部参加劳动 工人参加管理 实际上也基本上改掉了 这些年也不讲了 这个例子就说明 不问新社 新资的改革 必然要改掉一些 原来显示了优越性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容 再一个 由于在改革问题上造成了思想混乱 有些对普通老百姓有好处的改革 就改了很多 例如老百姓的基本福利 就是住房 医疗 上学的基本免费 这些就被改革了 还有一些 例如反腐苍连这样的改革 本来是应该通过制度改革大大向前推进的 可是这方面的改革 而且效果不是太好 要不然这些腐败就不会这么严重 还有 就是由于在改革问题上发生了混乱 但是有些改革效果相当差 而且有些改革是越改越差 你例如机构改革 机构改革实际上就是中 国务院这个系统来讲 这机构 这机构 名义上是减少了 实际上 过去的有些部委 变成了一些大工资 变成名称 实际上人员并没有减少 例如 一些乡镇 也搞机构改革 结果原来一个乡政府 或者那当时叫公社 也就七八个人 大的十多个人 现在改来改去 增加到五六十人 这都是少的 整个的官员也是有改革做的 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都有数字的 第二个事故 改革的第二个事故 就是 使群众最不满意的老大男问题 最不满意的一些问题 成了老大男 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 包括 腐败现象 两极分化 治安恶化 股价飞量等等 这些问题 几乎是几十年来一直存在 但是拿不出 有效的办法进行解决 马克思曾经说过 解决问题 不能只看结果 更要看原因 这些在这些问题上 自从也发生错误 就在于 对这些 对群众不满意的这些问题 从原 从原因上解决不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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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深层次的最根本的原因 回避这个问题 就讲不清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 最不满意的问题 为什么存在 为什么还在发展 所以 治标不治本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所以 第三个事物 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使公有制 上市的主体地位 这都是有数字根据的 中国工商联 有个报告 就公开这么讲 就是到2005年的时候 四业经济已经 占到了65%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 随着公有制 主体地位的上市 尤其是在 公有企业的改制当中 造成了公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有的网友说 这个数字 可能要以十万亿 而计算 就是这个数字啊 因为 是不太好统计的 因为政府 没公布这个数字 它进行精确的统计也很难说 有些流失是暗性操作 凡是起码几万亿人民币是有的 这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老百姓 几千元三万元的血汗钱 平均每个南京老少 这些钱都流进了极少数人的药包 这实际上是一种剥夺 下边这个十五啊 我就 简单的点一点 因为这个 都是大家经历过的 十 第四个就是使三农问题 集中南海 使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 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点 使思想文化发生大滑坡 第七是军队建设受到了很大损害 军队建设这个我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之后 大量的国防和一些科技项目 军工的科技项目 陆续下马 这些企业被推向市场 结果 随着这个军转民的推进 使我们武器装备的研究生产水平大幅下降 以至于后来搞的这个 十一人民九一商 还有一等开张这个 当时军队 也被卷进去了 这造成的损害 更是很深重的 第八个事物 就是使党的建设受到了致命的 削弱 这个削弱呀 在今天也能看出来 你例如毛衣士 辛子凌这样的叛徒看见 公开发表文章 骂毛衣士没有人性 简直疯狂到了极点 原章飞 说天安门广场 纪念堂纪念碑纪念的是杀人犯 特别落读的是 纪念碑纪念的是杀人犯 这些人 这么疯狂 反党 反革命 反人民 反社会主义的小丑 至今 得不到应有的严肃助力 天天讲制政能力 天天讲共产党的战斗力 这还有多少的制政能力呀 还有什么战斗力呀 软弱观想到了这种程度 真是令人不能容忍哪 第九一个失误 就是使先生资产阶级 特别是官僚买办的资产阶级 影响在不断扩大 这些人也非常猖狂 你例如 去年八月份 刚刚从这个 招商局 招商局是个相当大的 一个部级的国有企业 董事长 这岗位上退下来的 叫秦晓 据说给宋仁琼当个秘书 也算个部级 起码是副部级干部 他在在职的时候 就敢在清华大学公开讲 说按照普世价值 中国共产党就不合法 就没有合法性 他敢公开讲 现在的斗争是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之争 他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是公开的 把党内的斗争公开化 有一部分是普世价值派 有一部分是坚持中国模式的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他说 当今中国的斗争是这两派的斗争 而他是支持普世价值这一派的 参考的敢于公开的讲这两派的斗争 他还公开亮出自己的喜好 就说 他说我就是体制内的普世价值的改革派 有人把这称作先右派 这实际上呢 是想组织起来 以先右派的形式组织起来 跟共产党 较好做斗争 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已经参考到了这种程度 第十个失误 就是使经济建设 受到了相当严重的破坏 这些年呢 我们的经济建设 有发展 这一点我们首先是充分肯定 但是 我们也不能不看到 我们的经济建设 受到的损失 受到的损害 第一点 这些年的经济建设 它是一种 否定前人 抬高自己的虚假发展 说它否定前人 就是说 有的书里都是这么写的 把前三十年 把前三十年叫做停止死期 停止不发展 说得更厉害的 那就是 叫做浩劫 实际上 就是连后来官方也都是承认的 在 就是当时的公共级总产值 是百分之 七以上的 这个数字上 可能统计上大小 大小有所不同 有的是说是百分之七点二 有的说是百分之七点四 但是起码是百分之七以上 这个速度 比整个西方世界平均起来 要高出一倍以上 因为当时 西方国家的平均速度 是百分之三左右 我们当时 前三十年 是百分之七以上 高出他们一倍来多 怎么能叫停止 怎么能叫浩劫 所以要说原假错案 造出这么个原假错案 应该说 这是最大的原假错案 第二点 它是一种浪费巨大的发展 这个对资源的浪费 是非常巨大的 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 它是一种带有明显病态的发展 它是一种严重畸形的发展 它是一种难以持续的发展 就是说 吃的是祖宗饭 结果把这个 我们以后的发展 这个可持续的一些资源 不给浪费 其六它是一种充满血腥味的发展 例如煤矿 我们这个死人 占全世界的比例 占百分之 起码是三分之一以上 全世界都是最高的 它是一种 带有极大危险性的发展 这种危险性 就指它 这个殖民的地方 越来越严重 就像毛主席说的 是一种浮庸的资本主义 造成这十大十五的原因 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分析 主要是受到了 不客论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现在 在国际上发生了资本主义的大危机 在国内产生了 前面讲的十大十五 这终于打破了 学美国模式 有利于实现现现代化 和不客式改革 有利于发展 这两大神话 当然说这个美国模式 是泛指的 以前 具体的 学过这个 欧洲模式 新加坡模式 总体来说是西方模式 实际上 不好公开讲过来的 一句话就是 跟着美国走 都富起来了 是学习美国模式 就是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那么这些年的残权改革 实际上 就是自由化改革 连国有企业 都相当大的一部分都变成 老板了 我们老板的老板 有的就是通过贱卖啊 直接就自由化了 我们提到的重庆模式 正是在 打破了这两大神话 这两大神话 背景下 所以 它的意义重大 这 当然 和个人因素有关 也就是说它带有偶然性 遇上了一个国以来 但是按照 历史文物理的观点来分析 它又是必然 因为必然性 是通过偶然性 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 就是说 重庆模式的 出现 从大背景来看 它又是带有必然性的 正因为这样 重庆模式的出现 和 包括它以后的发展 本身就是一场 心理思想解放运动 就是一场 心理搏乱反证 说它是一场 心理思想解放和搏乱反证 主要是指 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包括重庆 一些地方 包括一些人 特别是一些学者 包括官员 流行的 特别是前些年 流行的更厉害 流行的一句名言就是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这是在深圳 大牌子公开写出来的 对这个流行的关键 博取来 有不同的看法 博取来说 人生的真正财富是什么 是钱财吗 它害了多少人 现在 一些人把金钱的多少 看作成功与否的标志 令人堪忧 令人堪忧 这是公开的 向这句名言 这句流行的观念 叫好 它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上的解放 是一种博乱反证 广东 广东等不少地方 很非常露骨的 反对 主动公平分配 这是汪洋书记啊 在广东 广东森委世界九四会议上的讲话 就有一个异端 他说 要做大蛋糕 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明心 就是说 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 做蛋糕是重点 这点是有针对性的 它针对着谁啊 我觉得是针对着重庆模式 起码是包括重庆模式吧 博义来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要把民生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作为牵头的经济要素 同时要更加主动公平分配 就是分蛋糕 我们要更加注重 刚才汪洋说 不能注重 博义来说 应该注重 这就不同 博义来还说 你总要 你总 博义来说 有人认为 你总要先把经济搞上去 挣了钱才能改善民生吧 蛋糕做大了 才能分蛋糕 这看似有理 其实行不通 因为蛋糕分得不公平 做蛋糕的人没有积极性 这蛋糕 就总也做不到 我认为博义来说的对 现在老百姓最痛恨的 一个是腐败 再一个就是两极分化 我们普通老百姓包括在座的 我们挣了多少钱 我们看病住房 孩子上学难不难 这个分配太不公平了 是不是 有的人是 是交失音役 花天酒地啊 就像黄金苏讲的 富人都飞到天上去了 是不是 有多少人在买飞机啊 我们很多老百姓 连温饱还没解决呢 当然 现在人数不太多了 但是也确实有这样啊 是不是 这个分配问题 它不应该 作为当前的重点吗 还不应该解决吗 广东包括其他地方的一些人 是大想 是特别卖力的宣传 发展是硬道理 而不讲什么 硬任务的 薄熙来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发展是硬道理 但是如果发展不能改善民僧 那就不是硬道理 而是没道理 我觉得薄熙来是一个对的 发展是硬道理 看你发展为了谁 你发展造成了良机分化 造成老百姓生活 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 分配不公平 那你就是软道理 俄熙来说 说的更厉害 就说没道理 俄熙来说 发展是硬道理 但是民僧是硬任务 这实际上就是说 任务作为实际操作 那是要把民僧放在第一位单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 发展是硬道理 但是民僧是发展的硬道理 只有把民僧放在 硬道理 是发展的硬道理这样一个位置上 这样的发展才是正确的发展 科学的发展 真正的发展 要不然走到邪路上去了 那叫什么发展 第四一点 很多人是讲 特别是广东讲的比较厉害 就是先生孩子后起名 这位在广东流行过一阵子 还说要遇着红灯绕着走 搞什么变功 实际上就是说 只要有利于生态的发展 就可以不问性设行词 这个我展开说一点 讲三恶有利于 只要是三个有利于就行社 就是社会主义 以前这个观点宣传的很厉害啊 实际上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有骗骗性的 只要是三个有利于就行社吗 三个有利于是一种价值判断 有利于是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不能代替性质判断 社会主义制度 它是由 它的本质是公有制 是个制度标准 香港的生态力它在发展 它也搞一些生态力关系的调整 或者也叫做改革 但是它改的再好 香港的生态再发展 也不能说它行社 要说它行社 那还有一国两制吗 一国两制的前提就是承认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 这就用铁的事实来拨打了这三个有利于就行社 是不是 这个道理难道站不住脚吗 这么一个尿论 居然在我们国家生存了这么多年 还有的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那我们刚见过时候也很贫穷 那就不是社会主义了 是不是 富与不富与那是相对而言的 能把这作为判断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准吗 我们说朝鲜穷 古巴穷 全世界都承认它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就不承认了 可见是多么荒谬 从穷到富它是个发展过程 是不是 怎么能用穷富来区分社会制度呢 所以针对这样一种旧的观念 什么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就行社 就是社会主义 针对这个妞论 薄熙来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要 要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组织生产 公开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 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生产 社会主义方式这样一个概念 社会主义方式我们得到来组织生产的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项内容的 并把它统一起来 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讲社会主义方式就讲清了生产力有个被谁掌握的问题 也就是生产资料归去所有的问题 这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不讲这些 自讲经济建设 不讲经济建设 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资本主义经济建设的区别 这导入了部分形成形资 只看有没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这是错误认识的理论上的根源 这个问题必须要讲清楚 正是针对这个 薄熙来说 有些人一讲优良传统 一讲社会语义 就说左 我们不要在乎这些闲言碎识 该干的事就要干 该坚持的就要坚持 我觉得薄熙来对这个问题 它是七十选民 拨持的理智其中 就是说一讲社会主义就是左了 它对这些进行拨持 我觉得 薄熙来从这儿 在社会不义这个大事大规的问题上 在问不问性设性资这样的问题上 原则问题上它是七十选民的 第五个波乱反正思想解放 就是表现在有些地方 我觉得包括广东等一些地方 对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 确实有揭露不够的现象 在那里观众的潜规则也相当的流行 針对这些东西来说 我觉得它说的也很有针对性 一些地方明明有那么多问题 积压了不少的案子 甚至打烂命案 百姓市民怨气不吵 为什么就是揭不开盖子 并不都是由于干部的官僚主义 看不见那本点 而是被人情事故 官场的潜规则 给化解掉了 我觉得 郭先生来书记 对这个问题 也是敢于一针见血进行揭露的 确实有些地方 它不是没看到问题 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 是它 是不是真正想解决的问题 邓老平也说过软弱涣散 有些地方 确实是个软弱涣散的问题 第六就是 有些地方 对唱风打黑 对唱风打黑 特别是在官场 说三道四的人还不少 而且一讲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他们就更加值得了 针对这个 我可以来说 现在有个怪现象 有些人 有些人唱秘密之音 搞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无人过问 我们唱这首红歌 就有人说散道四 说是不是在搞左的一套了 是不是回到文革了 有些人就是反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动不动就制造舆论 而共产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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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提倡那些 有欲国家和人民的思想文化 而且要坚持 还有欺质宣明 我觉得这个 我起来跟这说的也很好 因为 红色文化 说到底 就是共产党人一直坚持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也就是社会主的思想文化 我们搞这个 何罪之有 第七个 有不少人 对新中国的前三十年 历来是用贫穷落后啊 养满汉啊 一场浩劫 来概括新农的 薄熙来说 当年 党中央毛主席很英明 抓住大兴这个样板 及时的总结提炼 感动和鼓舞了整整一代人 清楚是一代人啊 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热血飞腾 干劲儿贵子 至今难忘 薄熙他还说 上世纪五十年代 有部电影叫 《今天我休息》 描决的是警察 整个礼拜天都在干好事 说咱三成的人民警察 还要学这种精神 好好为人民去弄办事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大特色 它这里有个含义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 就是他解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是他解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就是一大特色 我看暗含着也肯定了毛主席时代 这样薛阿建民、薛雷锋做好事 当时的风气这么好 这才是中国的特色 我觉得现在能讲这一点 肯定了毛主席时代 而且刚才讲肯定了大庆 通过这样具体的事 肯定这个时代 在当前也有特殊的意义 你拔一个思想解放、拨乱反正 就是一些地方和一些人 一直是从洋没外 不提帝国民意 以前连国帝主义都从党章里删掉了 对帝国主义更是不难提 怕杨拉人不高兴 薛奇来和习近平一起 在纪念康元朝六十周年 这个大会上 都齐之鲜明地提到了 要反对美帝国主义 第九一条 广东包括相当一些地方 相当一阵子是宣传 有的问题是不找市场找市场 这句话 搞市场经济看似有一定道理 实际上问题在于 他提出啊 不找市场 只找市场 市场是什么 实际上是代表了政府 王大内说是代表了国家的 难道我们搞市场经济 能离开政府 让政府放弃领导 我们国家能不搞红红条空 我们共产党能不领导经济建设 所以说这个口号啊 会导致非常危险的局面 实际上现在 主流经济学家 一些学者 无市场之类的 还在鼓吹这一套 说现在问题的根子是权贵资本主义 他说这个权贵资本主义 可不是真反资本主义 权贵两个字是要害 他认为共产党的官员 都是权贵 包括大企业的老总 国有企业的老总 都是权贵 他要把这些人 同种地搞臭 同种地说成是权贵资本主义打倒 最终目的是 退化共产党 这是要害 他跟我们一般的 我们左派反对资本主义 那是不一样的 他把整个共产党说成是罪魁过头 当然我们也承认 这是个党内的路线问题 毛主义的共产党绝不会搞这一套的 他把这个错误 实际上这些人呢 他们是最积极一定推行自由化 照观美国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的自由事的市场经济 现在搞出问题了 他把这个死人扣到共产党 共产党扑上 说说共产党搞了权贵资本主义 完了要下一步就退化共产党 说他最后的目的在这儿 我们都知道 推翻了共产党 中国天下大乱 因为没有别的政治力量 能取代共产党今天这个治疗地位 中国就乱套了 内乱了 甚至分裂了 苏联就是例子 苏联那个 共产党垮台的时候 当时苏联有 一千九百万的共产党 往莫斯科就一百多万 将近二百万 在红厂烧党政的时候 当然有干过 但是一百九十万 可以说 多数还是普通党员 包括普通老百姓公民 这些人欢呼着 把共产党政扔到那个 红厂的火堆里烧了 当时是火星人 烧也有道理 就是那个党变焦了 但是问题在于 烧了以后 共产党垮台了 苏联跟着就垮了 因为共产党是把这些 是国家们共和国 凝帝起来的 最有利的一个组织 共产党一分裂 一垮台 党没有了 国家 很快就垮台了 没有力量能支援 这一类型的几个人 狗 狗联帝 狗联帝几个国家 几个大国 北俄罗斯 哈萨克 俄罗斯 这几个国家 还有乌克兰 这几个国家 一商量 此人就解禁了 这就是制止不了 这就是说明了 我们不能从概念说话 没有保华内战的可能 因此 我历史主张这个口号 确实是我要先提出来的 叫做 反帝反修 救党保博 有的同志 说这是保党救国 我还是主张救党保博 把救党放在前面 我们说这个救党 不是说挽救修认主义 而是说 我通过纠正修认主义路线 就像尊义会议 纠正左倾机会路线那样 来挽救这个党 我觉得重庆的模式 就是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希望 起码是一线希望 就是我们党 通过自身的纠错 纠错这个概念呢 张宏亮老师也提出来过 我也很赞成 就是纠正修认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 这个错误 通过重庆模式的推广 我们来挽救这个党 这对我们整个国家 民族 我觉得 都是当前 比较有利的一种方式 一个步骤 这一点我先说到这 我就觉得 我们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深的思考 这个问题确实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的 代替我们的斗争策略的 我觉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部分 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是不应该否定当前这个推广主义模式 就是这样的 就是 针对这个 这样一种 完全市场化这种思考 或者是 心自有如意是讲这三条的 残权私有化 完全市场化 政府只能最小化 政府只能最小化 是这个 心自有如意的核心理论观点之一 它就是使你的这个 政府的只能 缩小再缩小 在我们中国这就是乱套的 针对这个 薄熙来说 我们要实现双强 就是说 要有一个强政府 而且要有一个强市场 把二本要结合起来 就是 政府的共产调控 国家的共产调控 绝对不能放 第十一个 十一方面的 思想解放和博上反正 就是 原来啊一些人 一直在大奖 一直在大奖 只有让一部分人掀附起来 自由拉开 收入差距 才能调动生产积极性 所以 才是坚持改革开来 在这一个问题上啊 李宁老先生 前一日子他还反对这个 解决分配不公问题 反对这个纠正 两级风化问题 他还一直在坚持这一点 他说 有收入差距 这个 一部分精英 那才 才有积极性 而生产才能搞活 原话我记不太行 一直讲这一类观点 这个我 我写一些文章 也引用过他的原话 都是永久可擦 绝不是给他下编 针对这个 我可以来说 在大发展中 就是要 让群众极大欢喜 而不只是少数人 少数企业家发财 他就是主张 让群众共同富裕 而不能只是少数人发财 他说 这也是改革 这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是在组中国特色社会运动 我觉得特别重要一点 他说 共同富裕 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解决两级分化的问题 这也是改革 我觉得 他说改革 他把解决分配不公问题 实现共同富裕问题 说这也是改革的内容 我觉得这个提法很好 就是解决了我们的一大难题 我为什么提出这个 自改派这个观念呢 这个概念呢 叫做自改官 自改派 为什么提这个概念呢 实际上这些人是走自派 但是呢 他老打着改革的喜好 就说我这是改革 你拿什么没办法 怎么办呢 就想一个办法 就是说你这改革呀 你叫做自改 你是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改革 你把共同富裕改掉了 你把这个安老富裕的主体地位改掉了 刚才我说这个共同富裕的主体地位改掉了 安老富裕的主体地位改掉了 这就是自改的标志啊 这个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公了 现在博弈来强调 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实现共同富裕 这是改革 我觉得啊 这个问题就讲得比较主动 讲得比较好 就是我们掌握了主动权 就是 你制造两极分化是改革 实际上 我们解决两极分化问题 实现分 公平分配 实现共同富裕 这本身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成和发展 这应该理督其中的说是一种社会主义 我觉得他讲到 点到了这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容 这个说评啊 国际来同志啊 理论水平 政策水平 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治家的水平 都是构格的 好 好 下面我再看第二个方面 就是重新 重新恢复到党的优良传统 这一点呢 大家议论的比较多 宣传的也比较多 我就简单的点一点 你例如他搞这个三项制度 就是书记 每周接待一次 上方的群众 有一点的群众 有一点的群众 并且派官的成员去下方 还要落实一些具体措施 一样一样的解决群众 上方提示的问题 我就觉得这三项制度 就解决了大量的群众 需要解决的一些实际问题 这就挺好 这就拉近了党和群众的距离 再一个他开展了三项活动 三项活动 第一个是三进三同 三进三同 这个就是 进这个基层 进村子 进农坡 进基层 范围就很广了 工厂 社区也算基层 进村子 就不用说了 到村里 到农铺 和群众通吃 通住 通劳动 这个 他要求 干部一年只少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点呢 不简单 特别是 通吃 通住 通劳动 通劳动有些干部能做到 但是通吃 通住 我听说 在重庆说是官不聊生 和我们聊生 说的可能 邪乎点 但实际上有个干部不太放心 那时候 老病吃了那个碗 端上来 哎呦 那碗刷得干净不干净就难说 坐凳子上 脏不脏就难说 盖那个被子 是不是 不是啊 也不一定的让我们 做到这一点不容易 关不了什么 有些干部内心是不高兴的 但是估计也不敢公开反对 这就帮助我们的改报 还有接胸钦 就是跟老百姓 接胸钦 就是像过去那个一帮一帮 都是红似的 跟接成对子 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 还有打下滑 全是动员起来 下滑 这个 这个 这个都有具体的规定 包括这个市委领导 都是这样 这三项活动 加上前面的三项制度 我觉得啊 到重庆我也去了一趟 全程感受感受 那些重庆的干部 出来讲话 他们基本上是什么大搞的 特别说特别过起来 这个中央领导当时视察都很有感触 过起来一出现 特别年轻人 是欢呼的 这个场面 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 这就是 这实际上是党庆关系 我们过去说是雨水关系 毛主席一出现 那老百姓是欢呼的 这反映了一种党庆关系 今天的党庆关系 这样一个雨水关系 又在重庆出现了 我觉得啊 这才是共产党立党之本 因为这是民心民意的 说共产党要维稳 最根本的一条是什么 是党庆关系 是老百姓真心拥护 有着这一条 还会有这么多的上访吗 还会有这么多的群体事件吗 所以真正的维稳 应该是抓根本 解决根本问题 这个根本就是党庆关系 我觉得这个问题解决好了 我们共产党就会 真正的巩固执政地位 我们人民的江山就是铁大海 好 意思 第三条 就是 我觉得啊 重庆重庆 是重庆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开始了一场 新的万里长征 这个万里长征 毛主席都讲过 大家都知道 夺取全国胜利 这只是万里长征 走完了第一步 以后 这个道路更长更长更长 就讲了这么一套 我觉得重庆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刚才提到了 它进行了一场波乱反证 进行了一场新的社会主义的改革 这场改革 实际上是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改革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它是重新进行了一场万里长征 我是从这个意义上 说它是重新开启了一场 进行了一场万里长征的 那麽 那麽 要说重庆的模式 本身是建立一种 在波乱反证的基础上 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发展的模式的话 那麽在这里 我也要把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加以对比 那我们先看一看 广东的模式有哪些特点 在这里我重点说一说 广东的模式暴露出的一些问题 我这里简单地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广东的社会治安怎么样 在这里是有数字的 全国凭了十个治安最差的城市 广东占了三个 深圳是第一 东莞是第二 广州是第五 在社会治安方面的情况 还举个例子 群体事件 群体事件 发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那就是广东 为什么说它是最严重的群体事件 发生地之一 就在今年的六月份 十天之内 就发生了两起 大规模的群体事件 群体性的烧乱事件 你至于说 非常出名的孙志刚 在广州被打死 严重影响全国的非典 2010年 震动全世界的那个 富士康 都发生在哪里 都发生在广州 还有 广东的社会管理怎么样 他的干部的管理 怎么进行管理的 也就是他的立志怎么样 官员的治理 立志 也表现出 比较落户 也是比较落户的地区之一 这里也有例子 有实例 深圳为了迎接大运会 下令禁止农民工 通过群体上网 等 叫做非正常手段 掏药工资 否则就会造成恶劣影响 追究刑事责任 这在全国都是很少见的 农民特要工资 他说你要造成恶劣影响 要追究刑事责任 就这一点呢 人民预报都进行了批评的 人民预报我们都知道主流媒体 对这种现象 他一般很少批评的 这次也破例了 这次也破例了 批评了宣战 这个和重庆 对武警和保护农民 淘心 那就形成卸民队 再看公租房 公租房啊 广东也是 最落后的省份之一 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点五 重庆是百分之四十多 还有几个省内的意义 也相当高 广东对这个事上 他没有走在前面 有一点重庆 广东是很积极的 那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都知道 搞普世价值那一套改革 那是先从深圳喊出来的 这些南风报戏啊 最近抓门发了一篇大文章 就是 讲深圳特区啊 他的标题就是 特区应当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 做出引领性 引领事的贡献 引领事的贡献 他这改革的模式啊 从本质上说 是一种精英民族的模式 并不是 平民百姓 真正参与 真正当家做出的那种模式 他的宣传的导向是这个 还有就是农民工 我们都知道 广东用农民工是比较多的 而且 数量非常大 遍布全国 几乎多的省数啊 特别是一乡 四川啊湖南啊 包括河南 去广东 打工力都相当多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些农民工呢 在中江三角洲打工 工资涨的 并不是太快 即使和其他省相比 涨的也不太快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农民工七八百元的工资 最后物价涨了这么多 他们在挣一千块左右 甚至至现在 一千多块的 不到两千块的 也占相当大的一个比例 我们这些大工仔实际上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啊 太受苦了 在那块 至于 断胳膊断头 断手之后的也很厉害 比如说 在那地方是比 在全国相比都是比较多的 具体例子就不多说了 正是针对着 这种模式 针对着 这些年我们改革中的一些事务 我觉得 重庆 开启了新一轮的改革 应该叫做改革 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完善和发展 在这些方面 重庆的这个势力很多 我简单的概括一下子 有些作为例子举出来 在教育方面 重庆 组织大学生 学工农兵 深入社会实践 所以 我觉得 这是教育体制方面的一个重大改革 因为它重新回到了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思想 就是教育为无参与政治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激 为无参与政治服务 首先就是要跟功能兵相激 为功能兵服务 这是毛主席例来讲 在文化方面 唱红 唱红大黑 唱红大黑 它不仅仅是个唱红的问题 叫做唱读讲传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包括这个红色的卫士 重庆卫士的改革 这样 就从帝王江县才子家园 占领舞台 它包括这个殖民文化 美国的大战 占领我们的影视舞台 电影 博客 一些网站 网络 我觉得 这实施塞在 是文化方面的一种改革 在经济方面 重庆通过国有资本的运作 这国有资本呢 这是我了解的情况 上次我跟 洪亮老师一起 上上海 他那个 一个重庆摩世的演奏会 我从他国旗老总那边 就了解的这种情况 我当时在发言当中也谈到 就是重庆 他把这个公租房啊 公租房 交给国有企业运作 这样国有企业 他因为原来国有企业有资金的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操作 这个工作房的建设 他就把这个 工模扩大 同时呢 这工作房的质量 又有保证 这样 一方面对劳定办的好事 另一方面 国有企业也发展壮大 嗯 所以这些年呢 当然 包括 博以来去之前都算在内 他的国有资产是增值了六倍 公有制的比重 提高了18个百分点 现在在重庆 国有企业的比重 但是这个说法没有得到证实 我听说的有各种版本 有说百分之四十八的 有说百分之四十以上的 现在这个 没掌握准确的数字 这个需要到重庆核实 反正中心来说 有一点是肯定的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在大幅度的增加 增长 是不是 这点是肯定的 有些同志对重庆模式 自说一不放心 认为是改良 改样主义 就是担心呢 其他的小大小闹 搞一搞 这个也挺好 但是呢 根本的说有这问题 但是说有这问题不解决 现在你看 从咱们了解到的情况看 重庆市啊 在 恢复公务制的主体地位上 也在努力也在下功夫 这是个根本性的一个措施 所以我们对重庆模式 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 也是出于这一点 就是它在手指上也是有动作的 也是大根本的 是不是 我觉得可以 根据这样一个趋势 用不了 两年 在起码在十八大之前 公务制恢复主体地位 有可思有可能的 同时 重庆啊 也在下决心解决 两极分化的问题 另外它在十五规划里 已经明确提出 就是要把这个基尼系数 从4.2降到3.5 这个4.2和全国来比重庆 大概不算太高 起码不算最高 因为咱们 看到的数字啊 咱们全国是 有的说是4.5% 有的说是接近4.7% 甚至4.9% 大致的是这样一个数字 重庆是4.2% 它提出呢 它要降到3.5% 这个幅度也不算太小 在政治方面 重庆呢 在打黑反腐过程中 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 进行揭发检举 结果 80%以上的黑社会分子 和涉黑的贪光污漏 是通过群众提报出来的 这就是说 他们打了一场人民战争 他们把这一套 规范化制度化 实际上 是推动了大众民主 也就是社会主民主制度的建设的 另外 重庆呢 在考核干部当中 提出给干部打分 让群众打分 让群众打分 这样动员起来 动员群众评价干部 实际上 是 动员群众的监督干部 对干部的一种民主监督 实际上也为民主的选举打下基础 是一种免疫投票 这本身也是大众民主的一种形式 当然 当然 我们也不可吹得太高 它仅仅是一种探索 但是这个起步啊 大方向还是正确的 在社会管理方面 重庆也进行了一些探新的创新的尝试 例如打黑斗争啊 打了这么多的黑社会团伙 据说啊 他 对这个 一些黑社会的后台老板啊 说是有八十多个 他本身就是私营体验主 他重点打掉了这样一批人 实际上 既给老板又出了气 又给这个 又被这个 与黑社会勾结这些私营企业 主席这个私营企业老板 这个销上企业呢 也是个大气 这给这个加强社会管理啊 也创造了条件 在社会管理方面 他这个工作坊的建设 刚才说了 但是在全国啊 行动是比较早 比较快的 给群企业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这也是加强社会管理的一个方面 另外就是在社会管理方面 他进行城乡统头 对综合配套改革 推出了户籍改革 就是 大批的农民呢 拥有了城市的同种待遇 这个农民很高兴 在发展观方面 重庆 也进行了 改革创新 重庆提出了民生为本 实际上 就是以民为本 但老百姓的生活 放在为本的位置上 那没有以民为本的思想是做不到的 我觉得 这是真正坚持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呢 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在人与物的关系上 是坚持以物为本 还是坚持以人为本 这是一个层次 这个呢 我们的领导人 是提出了 在人与物的关系上 是要以人为本 但是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 就是处理社会关系的时候 以什么为本呢 薄学来就提出 以民为本 我觉得 这才是抓住了 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 最根本的东西 这才是真正的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因为人民是 人类的主体 自有真正的 把老百姓的利益 放在了 为本的 这位置上 也就是说 把人民 为人民服务 作为我们的根本宗教 把人民满意不满意 真正作为 检验我们工作的标准 把人民群众 真正作为 我们发展的根本动力 也就是真正的坚持 以民为本 那才是真正的坚持了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 在人与人类的关系上 如果停了 仅仅讲在人与物理关系上 以人为本 以民为本 倒是不提了 我觉得 那是不彻底的 博弈来在这个问题上 比较彻底 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 因为 这是因为啊 不讲以民为本 那就是很容易滑到 以少数精英的利益为本 这样呢 实际上 它容易滑向 以金钱为本 它少数人 它有钱 它在社会上 就说了算了 这就是精英民主 并且 由以钱为本 它钱容易变成资本 容易变成以资为本 这就是必然滑向了资本主义 所以说啊 真正的科学发展观 不能到以民为本 之后就停了 一定要上升到 以民为本 这样一个层次 像博弈来这样 这才是真正的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 除了科学发展观 也有个真坚实和假坚实的问题 有个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 和假的科学发展观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这个问题 你是真正的坚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 还是假坚实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是个中性词 看你怎么解释它 如果你能解释它 公有智慧主体 阿罗分配有个主体 那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你把这两个主体搞没了 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还是特色资本主义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个要害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 讲真正的科学发展观 讲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哪样我们有理有据 这个问题讲深刻了 我们左派当前讲这一点 我觉得这是一场合法的斗争 这对我们是有利点 最后一点 就是重庆重庆 重新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复兴 这个问题啊 我这个 也没来得及写出反映稿来 反映稿这个 我直接提纲 这个问题啊 我想 敲开地说点真话 为什么说 推广重庆重庆模式 有利于我们社会这个事业的伟大复兴呢 因为当前呢 因为当前呢 十八塔之前 有一个斗争的焦点 就是 是 广东这样一个模式 能够占助到 还是 重庆模式 这样一种发展的思路 或者是 知识赞成重庆模式 这样的人能占助到 现在十八塔之前 有这样一场现实的斗争 这可不是空学来风啊 下说八道啊 你看看 现在就有一批人 在宣扬和立体的广东模式 这一批人 这一批人 主体的就是 就是 西华卖卖卖卖 或者有的叫做 普世价值卖 这一批人 基本上都是 力推中兴博士的 真正 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 包括我们广大的 普通的群众 普通的干部 可以说 绝大多数人 都是力挺 重庆模式 重庆模式 这红歌 能够唱一下 大江南北唱成大外 我觉得 就是投了重庆模式的票 这多少人呢 是不是 就是握着普通老百姓 贊成重庆模式的许多 这就是民心民意 但是呢 西华卖国派不高兴 他们最近 非常残狂 我在这里 举一个例子 这个人呢也是丁顶有名 就是法学界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主流的主流派 就是江平 江平就是前几天在北京大学法学大教堂 公开喊出一座口号 但是他不一定讲口号了 或者讲了一个观点 你看摊子都不隐晦 这位老先生当时敢说真话 敢叫号 他就说 汪洋管政法 政法将是一片国民 你看点出人来了 这就是先生汪洋当政法书记进常委 你看这右派直接不直接 直接 就是把人民都点出来了 把他们的愿望都表达出来了 是不是 离听广东摩托是为了这个 是不是 这样公开表达愿望叫公开叫号 我觉得他们很直率 但是也说明了 但是也说明了 斗争很尖锐 我们都知道 现在西华外国派打出两张王牌 一个王牌 是封建参与 这封建参与指的谁啊 红尔盖接班就是封建参与 你们是高权贵啊 富川子啊 你看 对着谁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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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说薄熙来 包括薄熙来的 包括习近平啊 就是反对啊 你看立挺的是谁啊 立挺一个要进常委 对着两个要打 说是公开参与 还有一张王牌 文革一督 文革一督指的是谁啊 重庆的唱红打黑啊 实际上不仅仅是重庆啊 说有这唱红打黑 他就说是 时光逗留 文革复辟 我们唱唱红牌 就唱文革复辟了 多么仓狂 多么恶独 各位战友啊 同志们我们想想 这够凶的 我们唱唱红说 他就说成是文革一督 将来要受着你的 你这红二代 他是要把你打下去的 是封面三云啊 要说这红二代啊 有过广义的 和狭义的 和狭义的 和狭义之分 实质上呢 我们是共产党员的后代 革命干部的后代 包括过去 职权民工的后代 参加了结婚战争 抗战争的 我们的 父贵 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代 都是红二代 但是红二代是很广环的啊 就是你 你平民百姓 你不能当家作主 你不能翻天 他这个意思啊 他们是那些 这些精英 这些真正的 包括动乱精英 真正的权贵 他们是要上台的 胡汉霞又回来了 环境团了 动乱精英 从旁外 海外也杀回来的 他们这批人要掌权 就是今天的官僚买饭自三阶级 这个阶级要上台 这是一场十八大之前的 非常尖锐的一场斗争 这可不是开玩笑啊 那颜色革命 他们不是没搞 他们试了一下 都没成功 是不是 并不是他们不想搞 是不是 那以后会不会搞 我估计他们不会 善罢干净 根据的是什么 根据就是这个希拉里 这位克林顿夫人 这位老太太 那说话比较直 她就 她就敢 在美国的媒体上 在中国的代表团 当时在美国 进行对话的时候 公开叫板 这在国际官类上 也很少见的 不符合七码的外交理解的 她就说 中国 你想避免中东那种乱局 那你是白做梦 你想撑一天 算一天 你撑不了几十 这个不一定是原话 大概意思差不多 是不是 这个文章上原话很多了 就是公开的要把 像利比亚这样的乱局 这样的内战 你们 叙利亚 前一日子是埃及 通义斯阿尔及利亚 脑子很凶 这个根据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这些国家起来闹事 还不一定真是多少右派 当然有右派 也有基地的那些分子 但是确实也有相当一部分的 不得老百姓 其中包括 就伊斯兰那个原教授主义者 但是也包括一些左派 包括一些 是有没有共产党无拘可擦 我个人的判断 也可能包括一些 但是你一旦起来推翻政府的时候 西方就要进行独岛 他要掌控这场运动 他要揭露 他要轰炸像卡达菲这样的领导人 这样就变成了美国控制的一场运动 他最后扶着谁上台 有可能谁就上台 这什么意思 就是你真正的事 左派你要起来闹事 右派也要起来闹事 联合行动的话 就像我们国家 让共产党下台 那就是内战 那就是民族分裂 民族将独藏族就要起来闹事 这样的话 就给美国一个借口 进行军事当事 我估计这一次美国要介入 不像利比亚 利比亚才十来个国家 对中国有可能提到设 它能组织的力量 整个本月有可能都进来 日本韩国 甚至东南亚这些国家 甚至印度 它都可能拉起来 它有可能采取这样一个战略 是不是 南海 包括西萨 甚至包括海南岛 给你越南 给你东南亚国家 是不是 东北 给日本 印度 大战国 大战国什么概念 都仅仅是西藏 青海相当大一部分 也有藏族自治州 西抗 西藏的一大部分藏族自治州 云南还有藏族自治州 一个大战国 给印度 印度要不要 新疆甚至内战 这些中国就分裂了 就内战了 这样一个局面 绝不是下说的 有时候 这个形势发展 是在一夜之间的 我们要避免这种局面 这就是我们 在今天喊出 旧党保护 挽救这个党 但是要 大到羞恶无意 通过这个来挽救党 来保卫我们的人民共和国 共和国 面对一场这样的危险 就是这样的危险 如果一旦来临 那你共产党也是 就像魏老讲的 玉石俱分 到那时候再分清 你是什么 真共产党 有时候不太好分了 老百姓是 都太分得清了 那时候共产党 就像现在的 已经 已经这个党垮台 裹接体的苏联 甚至像东欧那样 东欧那样 现在就是 马列主义共产党 真共产党都是非法的 就是 就是已经变了的 那些东欧国家 现在还是这样的 到那时候 就是真正的共产党 真正的左派 你要想再重新组织起来 那是很困难的 我就要分裂了 你再想强大起来 非常困难的一种军令 这些我们 有些左派战友 他们提出一个口号 就是说 要用资产阶级的民主 进行我们的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的斗争 这个口号 愿望是好的 资产阶级的民主啊 也确实比这个 封建主义要进步一些 这个我都赞成 但是 中国一旦搞多唐治 天心一乱 你怎么收拾这个残局 你怎么进行斗争 中国是这样一个局面 搞不了 搞不了多党制的 共产党一下台 哪个力量能够取代啊 控制不了局面 那些民主党派 资产阶级党派 毛泽西分析的对 确实现在也是这样啊 他是软弱的 他掌控不了这个大局 这个局面 这很现实啊 是不是 你修认我们现在的修论主义 他这样 他为什么造成这么多问题 他对外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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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弱 对内 他就有一个问题 他硬不起来 解决不了 这就是软弱性 这 这就暴露了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局面 他就是这样啊 这是实际啊 这就是活的马列主义啊 你要客观的分析它 这才是真正的活的马列主义 你要照观 那就是有些受教权主义影响的东西说 工人无祖国 这是马列人讲的 是不是 中国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 所以说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帝国主义 要进攻中国的时候 打进来的时候 中国应该按照马列 工人无祖的这个口号 使我们国家失败 哎呀老 失败不得的 如果真是让美日占领了 这八国新的八国人群 来分个七八块 这样一个灾难 我们承受武器啊 那西方的战略就是 他认为军事进攻 朝鲜打了一仗 打个平衡 越南打了一仗 中国出兵三十多万 美国侵略军 五十多万野战军 是滚蛋了点 是失败了点 他认为军事进攻不行 所以说 他认为上策中的上策 使中国出现内乱 内战 分裂 包括日本 包括美国的战斗家 都是这么设想的 说说对中国最危险的局面 是内战 而一旦不能够放开 就是这种局面 这种局面啊 单纯搬书本啊 叫几句口号 那来处理这样一个 复杂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简单的结论 让中国失败 那这个是很危险的 这是一条底线 你要是他认识问题 怎么都好说 那我们通过谈议交易解决 你要是在美国日本 这样帝国主义国家 提灭中国的时候 你要是真的使我们中国失败 那老百姓可是要认为汉奸的 你要站在 你就是成为什么 带路党给鬼子带路 是不是 打死 屠杀我们的老百姓 你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步 那 是不是 那老百姓是不能答应的 这个严重的后果 你要考虑到啊 是不是 在这里啊 说说我和一些 左派战友 我也是交交心 这就是说 重庆模式 对这个西化外国派 是个沉重的打击 我们 推广这种模式 是有利的 是有利于 旧藏博国家 第二一条 这个推广重庆模式 是对右倾机会主义 或者叫修正主义 也是个大揭露 重庆模式 用这样一个方式 干红打黑 实行 各种制度 三项制度 等等 这个 逐步的壮大 国有经济 恢复公民制度的 主体地位 通过 消除 贫富差距 来让老百姓 共同富裕 给了老百姓 办了这么多好事 在调查的时候 包括一些老公民 包括下岗工人 都是忠心拥护的 就是这样一个 一个样板 一个模式 在中国现在出现了 如果你以前犯了 右倾机会的错误 那咱们说是以前的事 今天现实摆在这 如果你再不知重庆模式 我们就可以说 它是顽固不化的 自改代 是顽固不化的 要坚持到底的 修正主义者 如果你今天 或者是 有了反思 有了心的认识 你 支持重庆模式 推广重庆模式 那我们就说 你今天的表现是好的 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来肯定它 支持它 是不是 说这个重庆模式 是个重大的考验 所以我们宣传重庆模式 如果你再 就是顽固不化 那我们 就它的真面目 就是一个大暴露 我们就通过 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什么统一战线呢 就是 旧党保国的统一战线 当然 前面这个 也不能丢掉一个前提 我们是要反帝反修的 这样一个旧党保国的统一战线 重庆这个模式 凡是有爱国之心的 希望中华民族振兴的 基本上都能接受 我参加上海这个重庆模式研讨会 都能感觉到这一点 因为什么呢 香港的报纸 原来就是有些相当幼的一些编辑记者 包括一些资深的什么 叫做资深媒体人士 就是说他们的有些头头 包括什么董事长之类的 都有啊 这次香港的有些 经常主持香港卫生的几个人 我也都见了 跟他们聊一聊 他们原来对重庆模式 也有个印象 认为是左了 唱红打黑 黑打 是不是 唱红就是左 怎么能回到那个年代啊 呼唤那个年代啊 是不是 但是他们有的实地考察了几天 有的蹲了一个礼拜 他们真的被震撼了感动了 那真是老卫性 或是不忘 是不是 那个场面 那是老卫性起来的 成红了 十万人 那样一个震撑 是不是 很少见的 所以啊 我觉得知识分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 有个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他 他是讲气节的 他是爱国的 这是绝大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 本质特点 正因为这样一个 有这样一个本质特点 重庆 模式的推广 是一次爱国行动 是一次救党行动 所以他能得到广大 普通民众的拥护 能增取到广大的中间派的人士 在这个意义上说 他很符合毛鲁西 统一战线的思想 也就是 团结可以 一些可以团结的人 团结 就是利用 一些可以利用的矛盾 这样我们就能形成 最广泛的力量 最广的 最强大的力量 我们的一些左派战友 务必要看清这一点 这是一场 极端性的斗争 在十八大之前 在极右派 也就是西华派 要把我们的红尔代的接班 这个重要中大问题 要搞乱的时候 在我们的唱红打黑 向前推进 他给扣个温格复辟的帽子 加以阻止的时候 我们动员起 最广泛的 爱国的业量 来进行这样一场斗争 我觉得 是一种 真正符合 毛主席策略思想的一场 重大斗争 你当然有的 左派战友 你要继续进行反修斗争 你要在最低层 动员民众 反腐败 反剥削 那我们也是赞成的 我们并不是反对 但是我们觉得 你起码不应该反对 推广重庆摩世 这样一场爱国的 群众性的运动 因为这场运动 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斗争 它开展起来 它最有利于 动员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 能够形成最强纳的力量 这对我们的斗争 在当前是特别有利点 因此 我们专门 就这个重庆摩世问题 做个发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 谢谢大家